现在脑子都快被洗脑员车给塞满了 烦透了 借着咱们暑期 大家都有闲工夫 回头看一看 两款顶级的燃油豪华车 再重新分析一下 德系的豪华大型轿车 是个什么样子 您好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我们今天把这两台车放在一起 不是为了比谁更好 因为两台车差别特别大 正是因为两台车有着特别大的差别 每一台车都有值得说的地方 又不重合 这样我才能对整个德系豪华大型轿车的制造 和它的风格 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立体感的认识 这是奥迪A8L霍西的中国的限量版 叫龙版 一共就生产50辆 在它的动力总成上面 就体验出的一个特点 就非常传统的燃油车 而且是强大动力的旗舰燃油车 4.0 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发动机盖上边那块防尘盖 你把它打开之后 你就会看到下面 两个涡轮增压器赫然放在V型槽的中间 进气道只集中在右侧 只有一个进气道 它一个进气道进来之后 分了两根支管 每根对着一个涡轮增压器 它的进气的方式 从发动机盖上方进气 上方有一个通气道的结构 直接通到下面 里面是一个圆柱形的巨大的空虑 那在这辆S50-1L插电是混合动力的 基础是正尔八景一台 3.0T直列六缸的燃油动力总成 跟它去配一套插电混合动力 看到奔驰的直列六缸发动机的时候 很多人一开始都会发懵 这不是有V6发动机吗 因为它的进气道怎么是对称的呢 其实不是 左边是进气道 右边是冷却道 当我们把它的防身罩掀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巨大的涡轮增压装置 是放在直列六缸发动机的右侧 冷空气被气道导引进去的时候 就能够适当的冷却 高温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但是你会看到它非常非常的精密 在这台V8发动机上 你看不到进气的部分 发动机的整个的进气部分和排气部分 它是反过来装的 我们通常看上V8发动机排气部分 是在气缸的两侧 进气部分是在气缸的中间 而这辆车呢 它排气的部分是在气缸的中间 而且放在上面 进气的部分是在气缸两侧 放在下面 正好跟以传统的那种进排气方向是反的 所有的这些设计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燃油发动机动力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可以说 最近这二三十年 是真正在内卷的 内卷就是 把东西越做越复杂 越做越精密 但是越来越适备而公办 事情做特别多 成本做得特别高 然后只取得了很细微的一点点的进展 现在内卷到头了 然后新能源时代才会来临 既然是这样 我们面对的 就是内燃机时代 最为巅峰的两台作品 一台六缸发动机 一台八缸发动机 看到这两台车的时候 你觉得谁气场更足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是霍西的气场更足 总体上看 你会总结出一个经验 就是真正德系的高端豪华轿车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的高端的汽车品牌 他们是怎么样打造自己产品的 首先一个底线的原则 是一定要让这个产品体现出品牌的自我性 它必须长得只是它自己的样子 而不能长成别人的样子 无论你隔壁老王 他长得多么英俊 他多么受欢迎 他的拥顿多么多 你也不能照着他的样子 来修改你的面孔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形象 而且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 另一个和他完全不一样的方案 照样神采奕奕 别没事了 给人致敬 你越致敬 你越不是真正的品牌 所以咱们看到这个就能感受得到 奥迪就是奥迪 奔驰就是奔驰 霍西这版本 它这中网设计的很棒 特别像那个中世纪的城堡 或者是大型的贵族的住宅 窗户外边那种防卫用的铁翼 它也就跟霍西这个品牌相互呼应 因为我们到侧面你会看 霍西这个品牌 它的H做成了一个城堡的形态 两者之间正好有个相互的呼应 我比较不欣赏的是 它这个大灯 在这儿出现了一个反角 让我觉得不是那么舒适感 但是我比较欣赏的中改之后 这个地方的电镀的增加 用电镀向上圈起 雾灯的位置在这儿放的是 毫米波雷达 和上面的大型的电镀中网 相配合的时候 使这辆车 它的整个前脸的气场特别足 让我感觉特别精致 而且觉得特好看的一件东西 是它的后视镜的电镀外壳 还有一点我觉得做特出色 就是它对于缝隙的控制 一个是它会尽量让缝隙的数量变少 一个是它要让缝隙能有多细就有多细 它在车尾上没有奥迪的字样 以及奥迪各种型号的字标了 它只有一个奥迪的四环标志 而下边只有一个后视的logo字标 很简约 电动轮圈 也是和它这个车非常契合的 后期的标志做的轮毂盖 如果把它改成顶轴的 永远是能够正的 那就好了 S级相比上来说 我比较欣赏的一点是 整个的前连很舒朗 非常干净 逻辑性很强 而且一点都不复杂 它的中网设计也是做得很漂亮的 它和下方的进气之间的接合 那种和谐度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 它没有奥迪车那么精细 缝隙相对来说比较粗一些 这一代的S级 在人们心目当中会有一些争议 就是因为它的形象 和过去历代S级 有一个挺大的反差 过去历代S级 都是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这一代的S级 我感觉有一问题 就是它这两盏灯 一方面显得比较小 另外一方面 使它整个的面部表情 是一种没有表情的状态 挺冷漠的 它很难形成一种人车之间的情感上边的勾连 它跟奥迪比 它的车身收得没有那么紧 奥迪总是让人觉得紧崩崩的 体脂含量很低 奔驰的感觉呢 相对来说就松弛 总是有一点点的体脂感 A8L霍西这车才真是叫L 才真是德文里说那个limousine 常上加常了 在车的门上 你也可以看到霍西和奥迪两者的结合 首先在这儿 你可以看到霍西的logo 在它后边的内衬的粉绒皮上面有一标盘 写着Audi Exclusive 奥迪的豪华私人定制 A8L后期车厢内部作为豪华车 它显得很简洁 因为它把很多功能性的部件 整体上都能够和它整个内饰的设计风格 整合在一起 它是嵌入式的 它很擅长镶这种金属条 目视板 它把它做的都极为平面化 因为它们都严丝合缝的 彼此吻合在一起 这就是奥迪强调的它这种细腻 座椅是独立的后排双座椅 中间的中央通道一通到底的 那后边就是它的冰箱 冷冻的有两档 坐在后隙里边你就会觉得得正经一点 因为它这椅子往上一坐的时候 它就会把人很正的撑住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穿着一套非常正统的工作装 坐在里边不够言笑 两台车放在这又恰好能够让你感受到 就是德系的豪华轿车 它的常规的版本和它的特质的版本之间的这种差异 当你坐在这个车里边你会觉得它仍然是一个豪华轿车 这是没错的 只不过这个豪华轿车 它所展现出来的豪华是功能性的 你看它这种目视板 就不会让你感受到特别强烈的手工艺的感觉了 你会感觉到它的这种设计风格和奥迪的巨大的不同 就是首先每一个零部件之间所呈现出来的缝隙 感觉会比较粗一些 奥迪就是要把这种缝隙让它没有 只剩下线 所以它永远不会用圆角对圆角的 它都是平角对平角紧紧的封死 但奔驰的特点就是两边的东西都是圆角 然后两个合在一起 当你坐在一个奥迪的那式里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这个结构件和功能件它是融为一体的 而在奔驰上面它反而要让这些功能件都单独的凸显出来 那当然它的空间会显得稍微小一些 但是让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一点不古板 你看这样的座椅的设计特别有肌肉感 甚至会让你感觉有那么一点性感 下边是一个人的身体 你坐在这人怀里一样 看到这里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材料的这种质感 当然就不如霍西那种版本的车高 同时呢又能够感受到奔驰的自身的这种特色 这个音响挂在横梁上 有特别强烈的立体感 中间那种镶嵌的层次 然后里面呢是氛围灯 给你烘托这种气氛 这好像也有一冰箱 不是它是个植物盒 选装个冰箱也是ok的 其实你在后期上看到的这些功能 在这辆车里基本上都能找到 高级不高级 其实不是看的这些使用的功能 而是看的其他的东西 什么其他的东西呢 刚才我们都说到了 你可以慢慢的去品 我得有几年没有试程试驾过奔驰SG 我对奔驰SG印象是 它刚发布的时候 我试驾的感觉 那会儿我觉得那车不足的地方 它行驶起来的时候 你感觉它底盘有点散 一旦遇着颠簸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这个底盘和车身 是有点脱节的感觉 三年之后我再坐在这SG里 我觉得这感觉怎么没了 虽然它没有进行中期改款 它一定也是在不断的进行优化和升级的 只不过这种优化和升级 它并没有当成一种市场营销的宣传 毕竟克服自己自身原来存在的一些缺点 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 这车非常稳定 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路面 这些细碎的不平因素 几乎完全都吃干炸净 它怎么能把一个接缝给过滤的这么轻微呢 路灶特小 它行驶起来这么平稳 完全没有震动的感觉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车没动 警务在动一样 另外呢它对于任何硬的颠簸的过滤 所有棱角都变得特别的平滑 另外我感觉它变得也更好开了 像这种特别平顺的动力的输出 是让我觉得特别享受的一点 发动机的噪音奇小无比 其实今天我们开的这辆S级450E2 它已经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 确实有纯电行驶的这个状态 当它进行纯电行驶的时候 你觉得它就是个幽灵 另外它这个电呢 有28度多的电 它还能让这个车纯电状态下 行驶108公里 只有一个地方稍浅 就是刹车踏板的脚感 特别是当你要轻轻带刹车的时候 减速的响应 难以和人同步起来 而且坐在这个奔驰的座椅上 你不得不再一次的点头表示认可 世界上最舒服的轿车座椅 在当今这个时代呢 我还是会感觉到 世界上最好汽车的评价 有些地方已经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在哪呢 大概还是在它的数码技术的体验上面 不得不说 显得有一点点落伍 另外还有一点 作为高端品牌豪华大型轿车 它不能再成为一个典范的地方 就是这个车舱内部的材料 它的质感和做工已经受到挑战了 在A8L后期里边 跟在奔驰S后边的感觉 有着特明显的区别 就是更像是坐在特别舒适的起居室囊中的感觉 首先就是这空间要大得多 奥迪的特点就是底盘 它是基于一种前驱的理念来设计的 所以它的发动机动力总成是在前桥的前方的 它虽然是纵制的一个V8发动机 但是发动机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前桥的前方的 它这轴距啊 它全是空间的轴距 提供了一个相当于S级的长轴板 再长一下的迈巴赫板那样的一个空间 它的座椅更平坦一些 更像是起居室里那大沙发的感觉 提供的这种承托力和身体之间的这种吻合感啊 我觉得依然作为一个大型轿车的后排乘坐舒适 完全没有问题 这车的后桥超稳定 所以当你在这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同样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车没动 外边的景物和路在动 胎噪的声音给屏蔽的相当相当彻底 车厢里的声学控制啊 是让我想象到一种你对它进行了一雕刻 把杂志剔除 所以坐在车里边你会觉得特纯净 但是它的悬挂系统有不同的风格 它的悬挂系统要清晰的多 在略过这些路桥的接缝和减速带的时候 你的感觉要更清晰 它悬挂调调的风格呢 是偏运动型的 那驾驶这辆车的时候更有驾驶感 可调适的头枕做的非常到位 后排座椅的肩背部是单独可以调节角度的 那它带着头枕一起动 能够完美适配我整个人体背面的整个骨骼的形状 在这辆车的后座上 你会觉得更容易进入一种完全休息的状态 它的不足之处就是数码科技这一块 已经完全不在这个时代了 但是好在有一点 就是它的无线carplay连接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我为什么要时隔N多年 我再来去试驾试乘来体验它呢 我觉得就是变化无比迅速的时代 你要回头看一下 看看这些好滑车 它们是不是真的落后了呢 其实并不是 这就让我想起来 咱们中国宋代有一个很著名的禅宗大师 他提出来的这个人的思维的三重境界 叫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还是山 其实在全球各大哲学体系当中 对人类的这种思维的几重的境界 都有类似的阐述 只有咱们中国宋代这位禅宗大师 他阐述的是最具文学性 而且是最易懂的 这句话对我来说啊 这就是完美地描述了我的职业生涯 在这二三十年当中 我作为一个以汽车评测为业的人 一个媒体人 就是不断地在重复这样的一个认知循环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邦之为爱车的你